我们先观想典礼根本传承上师 圣尊 连身活佛 典礼真佛中历代传承祖师 彩虹内藏寺谈成诸佛菩萨护法 金刚空行诸尊 各位上师 各位法师 各位讲师 出教 所有同门 还有真佛般若障的负责人 朱律师 大家好 这一次要感谢周律师给我这个机会 让我今天可以冥阳四海 昨天师尊才刚刚讲冥阳四海 希望不是恶冥阳四海 这一次的导读我们是要介绍 叫师尊早期的一本书 叫《无形之通》 在还没有讲这本书以前 我想有一些概念 要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有关导读 还有读者 这两方面我们要注意的一些事情 在导读上面 其实我们的责任很简单 我们只是把师尊这一本著作里面的一些重点提示出来 然后也让大家能够了解 师尊当时在写这一个著作的时候 他的中心思想 还有一些他想要表达的一些意念 告诉所有的读者 这些重点 这个是导读的其中的一个要件 那我自己觉得 中派的红法人员 不管是上师也好 法师也好 我觉得我们大家心里面 应该要有一个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认知 我们要当师尊跟所有同门的一个桥梁 也就是说师尊的教室 那我们红法人员要很努力的去学习 去经验 然后呢 作为师尊跟同门之间的一个桥梁 让同门能够更了解师尊对我们的教导 因为毕竟呢 师尊的法门有深 有浅 那所以在这个法门的教导上面 难免有很多同门不知道 师尊到底教导的是什么 那所以在这一方面上面 我想这个是我们所有红法人员 大家要有的一个共知 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认知 大家就会很精进的去修行 去学习 教导同门的也都要以佛的八成道 来做一种教导 这样子我们就算是对得起师尊 给我们的这个 肩上的这个责任 那再来啊 就是读者方面 读者方面在学习师尊的书 还有学习师尊的法 其实中派啊 我们可以讲是很幸运的 因为师尊教导我们的法是又深 又广 又薄 但是在这个深 广 薄中间啊 因为师尊是一个人要面对七百万的弟子 七百万的弟子 有的根基是浅的 有的根基是中的 有的根基是深的 在这个不同的根基啊 要用不同的方法去教导的过程里面 同门难免会看到有时候师尊的书 讲的是一些感应的 有时候看到师尊的书 讲的是一些这个很深的 这个智慧的这些重书 有的看到的是禅宗的 这个跟很多这个禅宗的这个主事的 这些故事有关的 各种不同的层面 各种不同的法门 大家在心里面啊 绝对不能产生那种对法的那种分别心 因为我发现有一些同门 他看师尊的书啊 有一次他告诉我 他我们才刚刚拿到新书啊 然后看不到20分钟 他说他看完 我说啊 你看完 20分钟看完师尊一本书 但是师尊写作 写一本书 要花几个月的时间 我个人是这么觉得 如果你能够花几个月的时间 去看师尊的一本书 你用的心力是跟师尊写一本书 用的心力是一样的话 那我觉得 这本书你应该会很有所得 但是如果说你很简单的 看过去20分钟看过去 你说你看完了 那我觉得 其实你只是看你想要看的东西而已 你并没有真正的去察觉到 师尊教导我们 真正要教导我们的那个法子在哪里 那有一些人为什么会看那么快呢 因为他看的是感应的书 感应的书像在看故事一样 其实师尊讲的感应呢 他只不过是要让你先升起一个信心 但是每一篇文章的重点在后面 这个重点如何从这个信心去启发这个智慧 所以如果你没有办法细心去体会 去思量 我觉得这个对大家都是很可惜的事情 那这个是在法上面呢 大家对师尊教导的这些法 心里面不能存有分别 因为每一种法度不同的根器 每一种法度不同的 有不同的法门 那其实在真正实修的人的眼中来看 每一个法 他都是有这个如来藏的信在里面的 这个是以前的这个祖师讲的 每一个法 不论你是净土的法 禅宗的法 密教的法 任何你说多高多浅的法 其实你在里面 你都可以看得到佛的秘义在里面 只不过是 你并没有真心的去体会的话 你当然就看不到 这个是大家要注意的一点 那第二点 关于我们读者方面 师尊就像一个医生 他有解救众生 这个八万四千种法门 有八万四千种药 但是你作为一个病人 你也要知道你生的是什么病 你的病的特征是什么 虽然说你可能没有办法很明确的知道说 你的病到底是什么 但是至少 你从你平常的行为 举止 从你平常的思想 你应该可以体会到 你自己本身 目前的这个习气 你可以体会到 你目前心里面的那个病 那个烦恼是什么 那因为有这些东西 你自己有一个基础的了解 你才能够从你自己 这个层次里面去切进去 用师尊 你觉得师尊里面某一个法 对你现在阶段 现阶段来对峙你的习气 是最好的方法 你就用那一个法 那一个药 去医治你这些习气 就像我们爬山一样 我们爬山 你一定一个脚步 一个脚步往上爬 你今天一个脚步 这个踩 你一定是踩得很稳的时候 你才能够发力 才能够往上再往上一步 这样子慢慢爬上去的 但是如果你自己的那一步 你都不知道你要踩在什么地方 那就很危险 那比如说师尊在这个法上面 他有初冠的 二冠的 三冠的 四冠的 有很多不同的法门 如果你不知道自己的点在哪里 你自己是一个初冠的人 适合初冠的法来修行的人 但是你去学三冠 你去想要说去深入三冠 这个基本上你自己 是会摔死的 你在爬山的时候 你这个点 这个踩不稳 或踩错点 你是会摔死的 所以在法上面的抉择上面 你必须要先了解你自己 然后学习师尊多面样的 多样性的这些法 去选择最适合你自己 对峙你目前的喜气 的最适合的法 这样子的话 师尊的法 这个药就相得益彰 能够让你事半功倍 去对峙你现在的种种烦恼 这个是在还没有开始导读以前 要跟大家讲的几个概念 那在看师尊的文集里面 其实我小时候我就开始看了 不能讲小时候 讲小时候很像我讲的我很老一样 前一段时间不久以前 这个 其实我是在初二的时候 初中二年级的时候 接触师尊的第一本 《灵机神算漫谈》 今天要讲的这一本《无形之通》 是我来美国 1990年 还在念大学的时候接触的 这一本《无形之通》 当时可以讲是 师尊很早期的时候 开始有整套 把这个空性的这个智慧 开始讲出来的一本 很完整的一本书 那当时这一本书 当然以我那个时候的佛学的 那个 那种学习的那个阶段 我是 很难去了解 师尊这一本书里面 真正的法子在哪里 那只是说觉得这一本书 对我 刚刚 在大学里面念书啊 那个 心里面也很空虚啊 也很彷徨啊 这个 对人生的将来啊 都完全不知道要怎么去面对的时候 然后对这个社会啊 永远都是这个很 有一种分事 分事概述的那种 那种感觉 当时接触这一本书的时候 我最喜欢他的 是因为 师尊在这一本书里面 他用了不同的 用了不同的 观点 让我重新去 观看这个人生的百态 不管是生死也好 不管是名利也好 不管是将来的种种也好 那后来 那后来 对我在学佛的 这个路程上面 这一本书 一直以来 对我很大的帮忙 因为我觉得 学佛就是要让你 离开那一个执着跟分别 要离开执着分别 你必须要学习 先学习 你能够从不同的角度 去看同样的一件事情 你不可以一直用你自己 认为的那一种成见 去看一件事情 因为如果你用一样的东西 去看一样的事情 那永远这个事情 就是只有一种解答 那这一个解答 不是可以做 就是不能做 但是如果你有不同的层次 不同的角度去看的话 那这件事情的解答 就可能有很多很多方式的解答 所以这本书 其实对我来讲 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本书 我记得那个时候在大学 我很喜欢拿这本书 在我们大学的那个湖边看书 湖边看书 这个是我们以前年轻人 一个最想象最喜欢的一种画面 因为往往湖边看书的时候 可能会跑来走过去一个长发飘逸的女孩子 然后看到说 有一个文化青年在那边看书 不过我看这本书的时候 是从来没有什么漂亮的女孩子走过去的 那我一直带着这本书 在我大学的那个几年里面 就放在我的书袋里面 然后平常就拿起来看看 另外这本书一个很吸引我的地方 他是 里面师尊在序言里面 他有讲 他说 对不起 我不习惯念书 所以 其实意思师尊是讲说 他是很自然的 很真心的 把他心里面的想法讲出来 他这一句话的意思 深深地打动了我 还有在那个第十七章的那个地方 师尊也提过一次 这些全部都是从师尊的那个 自己的学习的一个过程 然后一步一脚印这样子显现出来的 所有的这些智慧 都是这样子一步一步的这样子 学习 学习 然后一步一步的超越 超越 这样子显现出来的一种智慧 那个时候深深地打动了我 因为我相信 像我一样的凡人 也可以经过师尊这样子的学习 我们也一样能够去成就 一样能够去超越 一样能够去成佛 所以为什么我会这么喜欢这本书 因为我看到师尊非常真实的一面 这个是我们真佛弟子的一种 非常幸运的事情 因为 很多这个外面红法的这个法师也好 一些大德也好 那我们看到的永远都是包装的漂漂亮亮的 也没有说这个 也没有说有什么状况啊 也不会告诉你说他的学习的过程是怎么样子 但是师尊不同 从师尊以前的著作 一直到现在 当然 现在这一本无形之通来说 跟师尊现在在著作里面所表达的那种意境 其实已经是超越非常多了 现在这一本书 可以讲是比较早期的 1988年 1988年出版的 那到现在已经有1888年 快30年了 不止喔 40年了 30年了 30年了 所以说我不会数钱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已经快有30年了 30年前的师尊 30年后的师尊 当然 在意境上面是不同 但是 师尊所学习的那一个 那一个阶段 那个整个这一种 这种阶段 正是我们所有学佛人 必须要经历的阶段 我30年后再来看这一本书 其实我的 我的心境非常的不同 那今天呢 就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 这个 这个 30年后看师尊的这一本书的一种心得 那在这个序言里面呢 今天讲到这个序言 师尊讲他在40岁以后 他的这个思想跟人生观都不同 那 所以他写了这一本无形之通 其实无形之通在我的认知里面 无形之通 师尊要表达的 其实就是 虚空的智慧 而且甚至不能讲只是虚空的智慧 应该是明空的智慧 明空的智慧 他是想要表达的是 这个 空色不恶 那在这个 在这个书里面的序文呢 他有讲 师尊有讲到 我的思想并不自以为是 我的思想尊重团体 尊重他人 我的思想也坦然接受他人的思想 去容忍去宽怀 为他人想 这个其实就是 菩萨利他的 这种精神 而他不以自己的思想为 出发点 来做思考 这个其实师尊已经讲明了 他已经知道 在无我的重要 去除我见才能够看到真理 所以在这个简单的几句话里面 已经有去除我见 然后立他的这个精神在里面 在这一本书里面 师尊讲 我不隐藏自己的想念 写下来的就是全部 这是我对人间细致观察的内心语言 这个也是我刚才讲的 师尊是在三十年前 就已经把他很真实的一面 完全没有造作 完全不需要去包装 不需要把他包装自己变成一个 开悟的大德 完全 perfect 他没有 他只是很自然的把他当时所证悟的 这些想法讲出来 那在后面这一段 我觉得在整个序文里面呢 是最重要的 是什么是秘中 告诉大家一个最大的秘密 秘中就是想念 就是思想 第一个秘诀把杂念受归于一 第二个秘诀把一念化为无念 第三个秘诀把无念等如虚空 我一开始在看这一段的时候 其实我早期的时候 我有两个错误的迷思 第一个迷思我觉得师尊常常讲 秘教就是念力 念力中 所以这段话应该是讲念力的 我们修习 这个持周 这个念力越强 我们就可以越能够如何如何 这个法力就越大越大 其实在这里 我以前的想法是错误的 第二个 我以为师尊讲的 只是一种禅修的口诀 因为师尊以前在禅修的时候 也讲啊 以无念为正觉佛堡 但是 直到最近 师尊才把这个无念 这个真正的重点 讲述出来 在前几个礼拜的时候 在前几个礼拜的时候 师尊在这里开示 他说什么是无念 那这个无念 那这个无念呢 师尊讲的 并不是说 人真的能够完全的没有念头 因为你完全的没有念头 那就跟石头一样 没有什么作用 那念头之所以会影响到你 那是因为念头所加上去的一些见解 一些执着 一些执着 一些概念 所以 那一个念头 才会在你的心里面 产生种种的想法 种种的作用 而因为这些作用 你才会有这些行为 后来才会有这些行为去做出来 那师尊讲的意思就是说 你在念头上面 你必须要去观 去观这个念头 那怎么去观这个念头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个想法出来 我们现在有一个想法出来 你必须要先知道说 这个想法是谁的 大家讲废话 当然是我自己的 当然是你啊 我也知道是我啊 可是为什么我会有这一个念头出来 会有这一个想法出来 我会如此想 一定有我一个 有我自己的一个定义 有一个定义出来 我 已经赋予了这一件事情的 它的一个定义 它可以想 可以想 所以我就继续想 一直想 连续不断的想 在你禅定的时候 你可以想到说 等一下要吃这个四川淡淡面 四川淡淡面啊 然后这个还要加葱啊 加什么这个芝麻酱啊什么的 你会不断的延续下去 因为你给它的一个定义 因为你给它的一个定义 你认为这个定义是 是符合你的 符合你的要求的 你还要再往回想 在这个定义之前 是什么给了这个定义的 是什么给了这个定义的 一定是你自己先有一个分别 你认为这个东西是好 是不好 是快乐的 是不快乐的 或者是不苦不乐的 你一定是先有这一种分别 有这种执念 你再加了一个 自己认为合理的一个定义 或者是你贪成吃 你认为合理的 你要生气的 你认为你要贪的 认为你要无名的 你要执着的 这个定义下去 你就会变成一种 很坚固的一种念头 这个念头 就会影响到你将来的行为 你把它往回推 推到后来 这个分别从哪里来 刚才讲的这个分别 这个分别就从你的我见来 因为我见 所以你产生了自己的一个标准 心里面有一个自己的标准 你就会产生成见 有了这个成见 加上一个定义 你就会变成种种的这些想念 不断不断的出现 而这些想念在你的心里面 就会开始影响到你 让你不可自拔 所以在这个无念的观想上面 师尊讲要观它的原始 就是往回观 往回观 观到最后你会发现 所有的念头 都是建立在这个我见 我见上面 所以学佛最重要的就是要去除我见 你任何的法 今天在密教里面任何的法 你是什么初冠法 二冠法 三冠 四冠什么法都好 其实你最后要消除的 都是这种我见 那我见有包括人我见 法我见种种 所以师尊在这里面讲的这个 刚才我讲这个非常重要的重点 师尊讲第一个秘诀 把杂念收归于衣 那以前我为什么我会以为这个是讲禅定 因为禅定里面也有这个方法 是把杂念收归于衣 但是后来我发现 这句话其实可以用在你日常生活的任何的修行上面 任何的修行上面 其实我们在修行 一开始修行的时候 你也不懂得什么是空 你也不懂得什么是这个 这个非常高的这个智慧 你所学习的都是对质 对质的方法 今天有贪 你就修白骨观 你就修这个不敬观 今天你这个心里面呢 这个常常有称恨的 你就修这个慈悲观 你今天你的心有这种无名的 你要修这个智慧 修这种种的这些禅定的法门 其实都是建一个洞 补一个洞 建一个洞补一个洞 这样子补 你这个心里面呢 会乱的叫你去守戒 叫你去守种种的戒律 其实这个 对我们刚刚开始学佛的人来讲 就是要让我们从这个贪层吃 种种的这些万念 把它收归于一 让你从这个种种的贪念 因为你修洗了白骨观不敬观 你把它收于一 收在这个白骨观不敬观的 这一个念头上面 所以今天第一个秘诀 这里面讲的 我的认知是 师尊讲的就是对峙法 对峙 这个是属于出击的人 出击学佛的人 这种方法 可以暂时止住你的烦恼 比如说你有贪念 因为你修白骨观 把它压住了 你有称恨 你修此心观 把它压住了 但是这个所谓的压住 其实还不能真正的把它连根拔除 因为真正要连根拔除 你一定要去面对你的我见 如果你的我见不能连根拔除 你只是暂时的去压制它而已 这个是对峙法 出击法的一个它的缺点 那再来 师尊讲的第二个秘诀 把一念化为无念 把一念化为无念 这个法 我的认知是安心法门 它用种种善巧的法门 善巧的方便 去安住你的心 一念化为无念 就刚才讲的 你开始去观察 观察你的念头 它的念头是如何起的 如何起这些作用的 甚至你从这个念头里面 你去观察念头 它的体性是空性 它并不是真实拥有的 它必须是要有种种的缘起 它才会显现出来的 所以在这一个阶段里面 大家训练的 大家训练的 是学习如何去明聊空性是什么 然后呢 在这一个阶段里面 因为你开始明白了 你开始去推就那些念头 那些见解烦恼的根源 是来自于 这个 来自于这个自己的这个我见 所以你从这个地方 你会发出一个出离心 因为你知道烦恼就是它的来源 你很清楚它的来源 你想要离开这个烦恼 在这个阶段里面 你会想要发出离心 在发出离心的同理 同时你会有一个同理心 你不希望自己有这种烦恼的痛苦 你也不希望众生有这种烦恼的痛苦 所以你会发出这个菩提心出来 菩提心就是自立 立它 自度度它的这一个过程里面 加上你发出离心 你去体解这个空性 这一个修行的这一个过程 就是从这一个一念到无念的这一个阶段 一念到无念的这一段 然后再来 第三个秘诀 把无念等如虚空 这一个秘诀 我的认知是 是不是要讲的是内明之法 内明之法讲的 就是心即是法 法即是心 像大圆禁制 能够动策内外 大圆禁制 在以前世尊的开示里面 世尊常常用一个禁止 你观想这个整个虚空 整个法界就像一面禁止 这一个禁止 在佛教的名词来讲 我们可以讲它是这个 空性 我们也可以讲说它是佛的自尽 智慧的智 自尽 那在这个自尽为基础上面 自尽为基础上面 在这个自尽里面 能够显现出所有的万法 就像六祖谈经里面讲的 何其自信 能生万法 它会显现出众生的 种种这些四禁里面的 种种的这些禁出来 但是在这一个种种禁的显现里面 有善 有恶 有污秽的 有种种种种的这些对立的 恶元的 恶元的这些禁显现 但是无论它如何的显现 这一面禁止 只是很实在的 它如何叶的显现 它就很实在的去反射 去显现出它这个景象出来 但是 今天你拿一个一团大便 在这个镜子里面照 镜子里面有一团大便 但是这个大便 并不能真正的去 污秽了这一面镜子 你今天有一个很漂亮的一朵花 一朵花在这个镜子里面显现 你也不能因为这一朵花的庄严 清静而去庄严了这一个镜子本身 所以镜子本身 这一个空性 它代表的一种 不会变的 不会有动摇的 是完全完全恒而不省的一种境界 就像这个大便镜子一样 那至于众生界 这个视镜里面如何去显现 众生界 要显现 必须要依靠在 依靠在这个致镜上面 依靠在致镜上面 也就是说你必须要有一个镜子 它才能够有显现这些像的 这个因缘 那所以在这个两者之间 师尊在讲到这个无念等如虚空这里 其实讲的就是以大元尽智 去观看 去了解 什么是明空不二 什么是 这个自是双运 因为它的二者 明跟空二者 其实是不能分开的 从来没有分开 但是你说它两个是一样吗 其实也是不一样的 也是不一样的 那在这一个上面呢 大家可以翻到这个 第 定法跟不定法 定法跟不定法 定法跟不定法里面呢 有讲到 师尊在教导上根器 中根器下根器的众生 用了不同的法 上根器讲的内明 就是从这个无念化为虚空 就是这些法 那在这个中根器讲的 发菩提心啊 发出离心啊 然后在这一段时间去体会空性 这个就是从一念变成无念 然后再对下根器 以这个对峙法来讲 那师尊讲的 就是从这个杂念 种种的万念归于一念 所以整本书 这本书 其实他的最重要的重点 都是师尊在用 世间的观察的方法 再加上他用妙观察制的方法 来观察所得到的一些想法 然后最后 因为在妙观察制里面 他发现了所有的体性 在无我的情况下 其实都是平等 都是空性 都是平等 然后最后 师尊在书里面 他有一句话 我很喜欢的 他每次都会讲 当我坐在莲花座上高高的升起 高高的升起 意思就是讲 师尊以佛的这个观点 来看这个世间相的时候 他的观点又是如何 这个就是最后的大原禁制 所以师尊在这本书里面 其实已经展现了 成所作制 就是以对治法 来观看世间 以这个妙观察制 来观看这个世间 再以这个平等性制 来看世间的一切 无我平等 最后以大原禁制 来看这个明空不二的这些智慧 所以这本书 其实也就是师尊 真正开悟的一个证明 今天呢 就简单的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阿弥陀佛